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 耶稣取过这封筑的书卷 揭开印 打开成就时 有人在旁边看见这一切的人 只有这个人才能明白启示录的真意和实体 所以这个人见证的是确凿的证据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9节中说 要在预言成就时看见就信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和马太福音25章中 应许了去天上为我们预备住所之后会再来 这住所就是启示录21章中的圣城新耶路撒冷 这新耶路撒冷城和神降临时 先前的天地如同启示录6章一样消失 会领到按照在天上所成就的 如同启示录7章和14章一样成就的新天新地 让我们看见此事就要相信 启示录成就时是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应许的国度和应许的民族及新天新地被创造的时候 这时 自己是否按照启示录的应许被创造了呢 就如同印图章一样 用启示录受印被创造的人 是具备了可以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资格的人 各位 是否遵守了这个应许及新约 这启示录成就时 会有善与恶 神的所属与魔鬼的所属两种存在之间的征战 这时 自己在哪个所属中征战呢 在审判的时候就会写露出来 而这时 由神的种子而生的人和由魔鬼的种子而生的人 也会被区分开来 仔细读过《马太福音》13章嘛 自己是由两种种子中神的种子重生 并被收割受印的吗 还是如同留在田里的败子一样 被留在自己教会里的人呢 新天地是被收割 受印 被创造的神 应许的民族十二支派 看见这一切也不知道的人 是瞎子 是黑夜 是死人 此次 新天地十二支派向整个世界地球村 见证了神的新约启示录的预言和成就 天地日报和国内的很多舆论媒体 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地球村众教会和牧者们 甚至神学院都听到了 并与新天地缔集了MOU 高兴地呼喊着申请给他们派遣讲师 整个地球村各国舆论媒体 都如一地进行了报道 此事是创世以来前所未有的 然而 韩国的牧师们却都尖口不言 天国是真信仰人去的地方 还是行逼迫才能去的地方 耶稣曾说过 爱你的投敌吧 在主旗道文中也说了要饶恕 也说过天国是永远的乐园 地狱是在火湖中受永行的地方 比起全身进地狱 不如舍弃叫你跌倒的一只手或者一只眼 神和耶稣说要饶恕 要互相相爱 为何离弃耶稣的诫命 昼夜不停地行逼迫呢 韩国的牧师们可能误以为只有行逼迫才能去天国 牧师们 听到此次启示录的预言和成就的见证了吧 听后认为新天地是异端吗 初灵时 耶路撒冷的牧者们逼迫并称耶稣为异端 各位要对如初灵时一样逼迫新天地的行为而悔改 并且要用神的种子和圣灵重生才能进天国 日复一日用扬身器进行咒骂 咒诅 诋毁等行逼迫的人 是由神的种子而生的人吗 还是由魔鬼的种子而生的人吗 请回答 新天地并不会因为被他人蓄意编造谎言 颠倒是非而成为罪人 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罪人吗 牧师们 是由谁的种子而生的呢 我们一起由神的种子重生 在耶稣里面合一吧 由神的种子而生 并被收割寿映的新天地会为各位祈祷 耶稣在等待着 一起进入乐园天国里吧 我们下期见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到了